如果没有其他问题解决这个事情的话 我刚才我要再强调一下 当时我有在宾城 我有说有一个非非教宗教的这个办事处 这不是非非教宗教的祈祷场所 这个是非非教宗教事务 因为我有说过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建筑 有特别的地方来处理所有的非非教宗教 所以非非非教宗教这个场所 那个是自己另外一部门 那个是由奖励负责的 这个是由我的那个行政部 因为我们有立起来成立第一个 这个非非教宗教的行政部 这是在我的那个管理下 管理下下 所以这个是非非教宗教办事处 不是非非非教宗教祈祷场所 不是非非非非 这个是非非教宗教办事处 就想不了 不然的话有很多人都会这个是一样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是不别的 因为我们有成立一个行政部 所以有一个行政议员 负责这个非非教宗教 这个行政议员当然是由我自己反向的 跟外面交得有什么 他是长手的 就是一个office做一个 我的是办事处 办事处所有的 他的是管理这个 因为这个发展商有给予破款 给予这个贡献 他是用这个来分给那些要建庙的 或者是要修庙的 我们呢就是 我们当然有另外一个破款的款项 那个是另外一样 可是我们是办他们的那个 其他事务而事项 可是回宗教祈祷场所 就是另外一样 所以这个是马来西亚第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 我那边看到报纸 我们有一个地方了嘛 对不对 马来西亚是那个地方 希望装修过后也是可以 搬进去 开始做那些行政工作 管理工作 管制医生 一定要规划这些 你医生说马来西亚第一个州政府 这样的办事 对对对对 在半岛啦在半岛 因为找到少了网就不知道 在半岛 在半岛这边有 他们是例如处理怎么样的那些事 你看每个宗教有他们的一些事情啊 土地啊 然后要处理关于说要建庙要是否符合条规啊 而且当然如果是宗教宗教之间有一些 事情问题的话也要处理啊 所以你不能够放他们一边啦 各自为真啦 要自同道合啦 而且我常常讲的 你必须要一个制度嘛 不然的话你给他 各自为真的话 最终只是自身自免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 一定的这样的发展 所以这马来西亚的一个 我们从二零半到今天 我们已经够了三千万 已经够了三千万零级啦 事实上二零半都已经有钱了 所以除了给钱给地 也只有给地来知道 好像21个在地面 刚才工程度有提到 给地之外我们也是 也是有设立这个行政部 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办事 这以前没有了 完全没有 所以先见庙见地都三千万 没有我们给钱给 有的非非教宗教的这个成熟 祈祷成熟 2005年到今天